希望他們能夠加油 對於當地部落租人友善耕作、發展有機農業等等這些理念 以及配合在地人文把傳統文化融入到產業發展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代表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已經有顯著的成果 部落產業的特色賣點是文化傳統跟生態資源 我們透過創新跟行銷是有助於提升它的經濟價值 不過部落產業它的發展不僅僅是在經濟的面向 它更核心的議題是人 也就是如何照顧原住民的生計權益 尤其是讓青年返鄉延續原鄉文化 可以講才是我們這個政策推動的目的 所以未來在這個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的推動上 特別要按照這個青年返鄉跟照顧原民 當作一個我們基本的宗旨 在整個推動上 要在經濟發展跟文化保存上 我們要取得平衡 我們要取得平衡 谢谢大家